下班回家 遭遇意外 赵氏司机无力承担 他们该向谁主张赔偿 安排车辆接送 他们又属于什么法律关系 基于这个考虑 所以才会有这么一种 自觉性能实现这种形式 逆向是来的小轿车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 劳动合同是确定双方存在 劳动关系的一种凭证 这一点想必大家都知道 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这么种情况 劳动合同该签还没签 出事之后 用人单位借此来推卸责任 还有一种情况 双方没有劳动合同 但是劳动者误以为 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在出事之后 坚持让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那么这个劳动合同到底该怎么签 如何才能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接下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告诉您 静中市齐县的王师傅 与妻子结婚三十多年了 平时两口子以重地为生 为了增加点收入 王师傅一直想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 2019年冬天 有人给王师傅介绍了一份工作 王师傅妻子说 这个干活的地方 是一家苗圃公司的种植基地 因为对方给出的工资也不低 王师傅就来到了这家公司 一个月三千多元 对于王师傅家这样的农村家庭来说 也算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为了王师傅等人上下班方便 苗圃公司还找了一辆七座面包车 负责接送王师傅等人 他们让你是负责接送了 对接送一下 光是接送 这个像给你算工资 算车费 车是你自己的 对对自己 上下班有车接送 工资也不低 活也不复杂 王师傅等人就准备 在这家苗圃公司长期干 然而当时王师傅等人 都忽略了这么一件事 他们当时有没有签订 那个劳动合同了 没有 那谁也没有 都没有签的劳动合同 给人家干活 人家给钱就行 不是 光是觉得给钱就行 与大多数务工者一样 王师傅等人 当时的想法也是 去干活你给钱就行 至于双方存在什么关系 这个劳动合同呢 该不该签 也没有人在意 然而天有不色风云呢 接下来发生的一场变故 让王师傅等人的家属 有些猝不及防了 为此呢 几家也是打起了 长达一年多的官司 2019年12月的一天下午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王师傅的妻子 准备起了晚饭 这个点 丈夫王师傅 应该快到家了 然而饭做好了 却迟迟不见丈夫的身影 正在这时 一位亲戚打来了电话 我妹妹就打电话 说是超小的出事了 我老婆说是 求工作回来了没有 亲戚打来了电话 让王师傅的妻子 心里咯噔一下 每天接送丈夫等人 上下班的正是小曹 丈夫这会儿还没回来 难不成也是出事了 来不及多想 王师傅的妻子 赶紧叫了几个亲戚 赶了过去 当王师傅的妻子 赶到现场时 眼前的一幕 让他脸色煞白 小曹所开的七座面包车 与一辆小轿车相撞 车上有两个人不知生死 面包车旁边的地上 还躺着三个人 有两个一动不动 其中一个就是丈夫王师傅 据王师傅的妻子事后了解 事故发生时 面包车上共有七个人 有三个人因为伤势过重 当场身亡 其中就包括王师傅 其余几人 包括小轿车司机张某 不同程度受伤 随后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经济上 都对王师傅的妻子 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直到现在 他也没有从悲痛当中 缓过神来 那么这起交通事故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意外发生之后 谁又应该对其中的受害者 承担赔偿责任呢 逆向超车 操作不当 导致意外发生 有个就是对方车 然后一下从半括后面摔出来 我招架不住了 主张工商赔偿 公司却声称属于劳务关系 按时上下班 能否看作接受公司管理 不受人家管理 你过去是给人家管回来 还给人家帮来 肯定不可能 肯定要管 肯定要受人家管理的 逆向使来的小轿车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一起交通事故 让几个家庭都遭受了损失 那么这起事故 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王师傅的工友说 当天他们下班后 也是和往常一样 坐上小超的车 准备回村子里 走到半路的时候 对面突然驶过来 一辆半挂车 小超说 两天他驾驶面包车 在路上正常行驶 当半挂车 从对面对向车道 驶过来的时候 张某驾驶的小轿车 就跟在半挂车后面 后来张某为了超车 逆行驶入小曹所走的车道 因为操作不当 直接撞上了 正常行驶的小曹的车 一车和一车 当一下旁边就不觉了 后头就感觉了 伤害的人 左腿直接卡住 没直觉 然后怎么上的救护车 也不知道 昏迷了 到时你也昏迷了 随后 交警部门也出举了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张某驾驶机动车 在道路上超速行驶 且遇情况 采取措施不当 跨越道路中心线 驶入对向车道 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 因此 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其他人无责任 随后 当地检察机关 以交通肇事罪 对张某提起公诉 法院经过审理后 做出刑事附带民事的判决 被告人张某犯交通肇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由其赔偿 三方死者家属 共计140余万元 其中需赔偿王师傅加55万余元 然而法院在做出判决之后 三方受害者的赔偿款 却迟迟没有拿到 这个赔偿款这一刻的话 你们要是准备这个 赔偿 我现在 正因为就是拿不出来 我心里也挺的傻的 你们有固定工作吗 嗯 你是干什么的 打工的 你也是打工的 张某的妻子说 法院的判决结果 他们这边也认可 但是他与张某均没有固定职业 都是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这笔赔偿款 只能是等以后慢慢进行偿还 本身是等我老公出来了以后 积极地赔偿才办 都说这车祸猛于火 开车需谨慎 犯罪嫌疑人张某 这一脚油门下去 不仅葬送了原本 幸福美满的三个家庭 他自己呢 也要面临牢狱之灾 同时还需要承担 巨额的赔偿费用 所以啊 车行万里路 安全还是得济心肩 回到案例当中 除了赵氏司机张某这边 王师傅的家人觉得 王师傅干活的这个苗圃公司 也应该承担责任 肯定属于工商嘛 我爸坐着他们接送的机动车 然后出的事故 肯定属于过的 也在他们上下班是时候做的事件 根据工商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 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或者城市轨道交通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工商 王师傅是在下班途中 乘坐苗圃公司所雇的接送车 发生的交通事故 其本人在事故中也没有责任 条件似乎都满足了 然而 当王师傅的家属 找到苗圃公司的负责人 协商赔偿事一事 却被告知 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不存在劳动关系 无法进行工商赔偿 劳务关系是劳动者与用工者 根据口头或书面约定 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 或者是特定的劳动服务 用工者 一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务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的法律关系 它与劳动关系的一个明显区别是 劳动关系中有明显的隶属关系 而劳务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 不存在隶属关系 根据劳社部发布的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定立书面劳动合同 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 一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 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 适用于劳动者 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三 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在这件事情上 苗普公司作为有资质的企业 而王师傅作为劳动者 双方的这个主体资格是符合规定的 另外 王师傅所干的灾数的这个活儿 也是苗普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 唯一的争议就是 王师傅是否受苗普公司的管理了 王师傅的儿子认为 尽管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但他觉得双方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就是我老汉就是 8点去了刷脸 刷脸然后到了5点左右吧就有下班了 那意思是签到也签退 就也是刷脸就回家 哦刷脸刷了 那意思是这个早上 早上去了刷一次 晚上刷一次 刷一次 上下班还打卡 那都是掐着时间点的 肯定是通过公司管理的 王师傅的家人觉得 王师傅按照苗普公司规定的时间上下班 也算是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 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 所以他们觉得 王师傅与苗普公司 已然形成了适时劳动关系 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王师傅与苗普公司之间 到底能否确立劳动关系呢 劳动关系 劳务关系 他们到底属于哪一种 就是无辜不到一天的话 人家有没有这个惩罚了 没拿惩罚 再次就是报告 反正就是不去的话 人家就得了 这点钱就不挣了 遵守公司制度 接受公司管理 又应该从哪方面确定 如何签订劳动合同 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他可以向第三人来主张赔偿 按照侵权责任的相关标准 来主张赔偿 至于这个苗普公司这一方呢 毕竟是劳动者在提供 劳务过程当中受伤的 他可以酌情 给予适当的补偿 逆向是来的 小轿车 发在身边 正在讲述 意外发生以后 王师傅的家人觉得 王师傅与苗普公司 已经形成适时劳动关系 所以公司应该进行工商赔偿 然而对此 苗普公司却并不认可 就是劳务他也管理 我也要管理 是因为我要对我这个 我让你干的这个活要负责的 就是我出了那么多钱 我得看到一定的成效 苗普公司觉得 他们对王师傅等人的管理 只是为了把活干好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理 你可以问问中边的人 你跟他一块干活的 他们都是那个 但一家一块数 有数理钱嘛 不是说有底薪那种 如果你要当天要请假的话 或者请多长时间的话 许多数理钱就行 我当天不去就是当天没有 没有当天的工资 这么个情况 也不会扣他钱吗 这钱啊 对 就是无故不到一天的话 能见有没有这个惩罚了 没拿唱 反正在这就是报告 反正就是不去的话 这一块钱就不挣了 哦 这一块钱就不挣了 哦 苗普公司觉得 王师傅等人 除了接受公司 为了干活进行的管理之外 并不受公司规章制度的制约 而且王师傅等人 也可以随时自主决定 是否上工 公司只按其工作量 支付劳动报酬 并不会对其进行讲诚 除此之外 苗普公司还觉得 他们只是根据苗普基地的实际情况 对王师傅等人进行临时性 季节性的用工 这与相对固定 长期由公司直接安排工作的员工 有明显的区别 综上所述 王师傅等人 与苗普公司 只是属于劳务关系 并不属于劳动关系 一方认为 我按照你规定的时间上下班 受你的指派 干你所需要干的活 这就是遵守你的规章制度 接受你的管理了 另一方则认为 这些只是为了把活干好 我可并没有要求 你需要完成多少工作量 你可以随时来 也可以随时走 我也不会对你进行奖励 或是惩罚 这就不算对你进行管理了 那么大家对此又是怎么看的呢 咱们俩一块来看一看 互动席位上的网友朋友们 他们是怎么说的 这位叫做潇洒一生的朋友 他说 按照公司规定的时间上下班 还要打卡 怎么能说不受公司的管理呢 他觉得这应该算是受公司的管理 另外这位叫做快乐的朋友 他说 我叫你来干活 那你肯定得按照我的需要来 进行一些适当的管理 也是正常的 以此来认定 接受公司的管理的话 是有些片面的 互动席位上的朋友们 也是众说纷纭 关于这个问题 接下来咱们连线赵家家律师 听听赵律师对于此事是怎么看的 反正中的王师傅向公司提供劳务 公司根据他当天的出勤情况来跟其结项工资 如果想证明王师傅和公司之间存在的是劳动关系 那么就要综合去看以下几个方面了 第一个就是劳动者所从事的岗位呢 是一个常规性稳定性的岗位 而不是临时性季节性替代性的岗位 第二个呢 就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呢 是非常稳定的 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就本案来说 王师傅的家人呢 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据 证明王师傅接受公司的一些规章制度的约束 服从公司的管理安排 才有可能认定成劳动关系 随后王师傅的妻子也申请了劳动仲裁 当地劳动人士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 双方虽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但申请人并未能提供其丈夫王师傅 在被申请人处工作的相关证据 应当承担举证不利后果 所以仲裁委对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申请人的丈夫王师傅 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裁决结果出来以后 王师傅的妻子不服 又起诉到了人民法院 要求撤销仲裁委的裁决结果 并对王师傅与苗普公司的关系进行重新认定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 被告苗普公司是一家从事花卉苗木 培育及销售的企业 用功形式多为季节性临时性 王师傅在被告处从事植树工作 劳务费寄件结算 可以随时自主决定是否向被告提供劳动 不需要向被告履行相应的手续 双方之间不存在固定的人身隶属关系 今年5月19号 法院作出判决 王师傅与被告苗普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 判决结果出来之后 王师傅的妻子不服又上诉到了中级人民法院 目前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开庭审理的此案 而最终的这个结果还需要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 假如判决王师傅与苗普公司属于劳务关系 那么王师傅的家属能否要求苗普公司进行赔偿呢 关于这个问题啊 咱们继续连线赵佳佳律师 根据目前的情况呢 暂时初步认定是劳务关系 那么劳务关系的话就不涉及到工伤的问题 此时呢是第三人的过错 导致这个提供劳务者遭受损害了 他可以向第三人来主张赔偿 按照侵权责任的相关标准来主张赔偿 至于这个苗普公司这一方呢 毕竟是劳动者在提供劳务过程当中受伤的 他可以酌情及予适当的补偿 近日王师傅的妻子打来电话说 苗普公司主动联系他们 愿意出于人道主义 对其进行适当的补偿 目前呢 双方也正在积极的协商解决此事 回过头来啊 我们通过这个案例 想告诉大家的是 作为用人单位 在招人的时候 该签合同的就及时去签 不能签的 也得和劳动者说清楚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而作为劳动者 在外出务工的时候呀 也应该把这些方面都搞清楚 别光想着干活给钱就行 咱们呢 把事情都摆到明面上来 有什么事情啊 咱们都说到前头 把它说清楚了 就能够在后续避免很多的麻烦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回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